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总您好 您好 我们首先先感谢一下顶进银行这段时间对我们社区做出的贡献 特别是前段时间为我们的华人企业以及亚裔企业的这个PPP申请 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 首先是感谢顶进银行 我们要特别感谢这个广大的社区 相信我们这个顶进银行因为我们是个新银行 我们非常渴望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为大家服务 所以谢谢大家给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那杨总您可以来谈一下我们半年顶进银行的这个经营状况是如何的吗 然后您对这个状况满意吗 顶进银行我们原来呢 就是在这个银行成立之处呢 我们是自己是有一个这个我们叫Bainless Plan 就是我们有个计划啊 短期的长期的我们都有各种外交 而且这个计划呢也是得到政府认可的啊 政府批准的 那么当然在这个这个新的这个情况下呢 计划中间呢 有些我们可能就只能慢一点做了 或者说是缓一缓了 那有些我们呢也觉得呢 原来没想到的可以一下子呢可以做了 所以呢要从总的数量来讲 总的就是我们银行就是我们发展的规模 我们的贷款存款总数这个角度来讲呢 其实呢我们呢正好有得有失嘛 所以我们其实是觉得呢 是一点都没有比原来这个这个就是budget的要要要要差 我们觉得是其实是还可能是走得快了一点 就是说是至少是是一点都没有落后 那么具体到某些方向上来讲 就刚才讲的比方说我们原来这个像像mortgage 像个人贷款这款呢 我们原来是放后一点的 为什么呢 因为跟个人贷款来讲呢 它很大的一个特色要有数量 因为你每一币贷款相对说来数字比较小一点 所以呢你要做很大量 那么这块呢原来呢我们准备是往后一点做的 那么现在呢也可能呢早一点做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这个利率环境比较低 那杨总我们鼎信银行这半年以内 我们遇到的您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哪些呢 最大的挑战我想两个方面了 一个是人员方面的 因为我们来自真是不同的背景 让一个团队能够很默契的运作 这个确确实实还是需要一定的磨合的 那么这一点呢 我觉得呢我们现在我的感觉我们还是做得不错的 就是说大家现在觉得确实是建立了一些默契 很多事情都有一些默契建立起来 这个是蛮大的挑战 第二个呢就是说呢对社区的需求 所谓的对社区需求就是说 我们知道我们是亚洲人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很多在这个生活方式上也好啊 花钱方向的不一样 我们知道它是不一样的 但是呢我们也能够希望有一些产品呢 是专门对着中国人韩国人或者就是特殊的 我们这些我们普通的背景的人 推出一些特别的产品 那么这个产品呢我们确实呢在慢慢的琢磨当中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要具体的推出一些产品也好的话 你这里边会有一些像成本上的考虑 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 我们每一项产品的这个推出来的话 都要很仔细的去评估跟衡量 第三个挑战其实我刚才提到一点 就是说政府的考核 这个其实是每年的每年这个政府的话 他会有这样大的考试来的 那么当然这个可能是更重要一点了 但是呢我们是这样想的 只要你把你的工作做好了的话呢 应该是这些政府的这个挑战 应该是可以对付的 也就是说是这样的 因为它毕竟是根据你的成绩来检查你 那杨总你可以向我们大家来谈一谈 您对未来顶性的一个期许吗 对我们来讲顶性银行显然它不是一家 至少它我认为它不是一家普通的社区银行 我们整个的社区也好 我们的董事也好 我们的董事会也好 都有很高的期望 希望我们能够不断的发展跟壮大 那么对我们来讲呢 那我们因为我们的社区的这个 大家的这个背景也好 大家都希望这个银行呢 能够将来能够朝高科技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呢这一块呢 是我们自己努力的一个目标 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谓的高科技的话 就是说把金融科技跟银行服务结合在一起 这一块的话呢 现在全世界都在做各种各样的探索 那您刚刚所谈到的将科技和金融的服务 我们结合在一起 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以后就是顶尽有网 在手机上面用APP 然后来存支票 用手机的APP来消费的这么一个设想呢 这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努力的方向 确确实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 我们的系统是一家很大的厂商 那么这些功能呢 我们跟他们有也反馈过 就是大家对手机这一块 其实是期许是非常之高的 而且我们也确实希望 尽量能够在手机上就能够完成 基本上所有 所有大家想做的事情存款也好 甚至在有些情况下 包括开户头也是这样 为什么呢 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 长远一点想法 我们不见得就局限于在本周 所以在这方面呢 我们确实通过PPP里 做了一些做了一些尝试 就是说是不但是 一个是外周系 是像远距离的 这么样情况下 怎么样服务他们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在很多大量 量很大的情况下 那么因为每一个人 比方每个申请者 在我们这儿申请的这个资料 都不一样 申请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那么怎么样通过高科技的帮助 能够提高效率这一块 所以对我们来讲 这个都是我们认为 就是将来要努力的方向 那杨总 我们顶性近期 会不会推出一些新项目 给我们的社区呢 我们是在考虑这个 那当然其中 我刚才提到的一个 就是说是这个 个人房贷这一块 那这一块呢 是对我们来讲的 我们认为呢 社区是有这个需求的 那当然了 在存款上呢 我们呢 其实是也有些 在不同的 就是说看你 看你什么样的存款条件呢 有不同的利息也好 这一块呢 这些存款的产品呢 可能多一点 那细节上 大家可能直接问 打电话到银行 这个去问一下 这个我们负责存款的 这一块的 那么在 在这个贷款这一块呢 我们也希望呢 大家 我个人的经验 就是说 华人社区 似乎呢 对像有一些 政府的一些项目 比方说 SBA的这个贷款 这一块呢 大家利用力不高 也许呢 可能大家呢 对它了解还不多 那么这一块呢 我倒是希望大家呢 在申请贷款的时候呢 可以同时申请 这两个 就是申请正常贷款 跟申请政府 SBA贷款担保 是平行的 完全可以同时做的一件事情 那杨总最后 你对我们的华人社区 有没有想说一些话呢 当然了 这一次做PPP 其实我还是感想蛮多的 就是其中一个感想 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在 同一个社区嘛 同一个社区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 大家都息息相关的 就是说是社区发展 我们要发展 在特别在这个 经济条件 不好的情况下 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非常愿意帮助社区 帮助社区的企业 去渡过难关 因为这个疫情 其实今年 或许明年也可能还会在 所以呢 也许这个认证呢 也不是说难关 一下就过去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能够携起手来相互支持 那作为顶性医工来讲 我们一定会尽自己 最大的力量 去为社区服务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 我们能够学习手来 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谢谢大家